在遙遠的未來,人類已經可以用亞空間跳躍技術去征服其他星球 但除了各個星球上的愛星文明 將來亞空間入面都有各種邪神蠢蠢欲動 有皇帝建立的人類帝國 將會在這個絕望黑暗未來繼續戰鬥 讓他們的企買極都賣不完 今次贊助影片的主角 戰材40K暗潮 是即將於11月30號在Steam平台上推出的合作射擊遊戲 它是戰除40K龐大世界觀設定下的最新作品 並由曾經為你帶來戰除末世鼠翼系列的Fat Shark開發 而我也有幸參與了為期三日的內測 並為大家帶來第一手感想 在反烏托邦世界風格的未來都市巢都Turkeyum入面 潛藏出順敗邪神的混沌邪膠殉土 他們居然妄想要奪取星球的主權 但由於這些黑暗勢力潛藏在巢都入面 而巢都本身又是億萬勞動者的家園 搞到帝國無法直接用鬼道轟炸將地面燒成玻璃 唯一可以打敗敵人的 居然不是星際戰士 而是這班由囚犯組成的人類特工 《戰除40K暗潮》是一款多人合作FPS遊戲 遊戲中我們可以創建屬於自己的角色 並且與另外三個玩家一起 走在他受到混沌信徒影響的地方 完成任務的同時 爽快地將他們居到片格不留 《戰除40K暗潮》繼承了很多 《戰除沒世鼠翼》系列的特色 不過最容易令大眾明白的說法 就是與某款只有四隻手指的遊戲 有相似之處 我們會殺入陰暗的城市設施 並且面對一波又一波 潮水的大群敵人 而當中更加有強力的個體存在 除了要靠自己的裝備和技能 更加重要的就是與同伴合作生存 利用每個職業的特性去戰勝海量敵人 在我參加的內餐裡面 官方總共開放了四個關卡 而我就玩到其中三個關卡 在簡介畫面裡面 玩家可以選擇想玩的關卡和難度 難度越高所得到的錢也越多 錢可以在過關之後用來買武器 相同的關卡都會有不同難度的版本 決定玩家打不打得贏高難度關卡的最大因素 是角色等級 因為角色等級越高 就可以拿到越高級的武器 隨著等級也可以解鎖更多的技能 所以基本上玩法就是 藉著重複攻略關卡提高你的level 而挑戰更加高難度的關卡 入關之後 我們就要按右上角的指示進行任務 每個任務都會有一個專屬地圖 在我目前玩過的地圖裡面 給我的印象基本上都是反烏托邦式的工業區 陰暗凌亂而且金屬味道十足 配上角色和敵人的設計 帶來一種瘋狂的末日氣息 這些地圖路上雖然有不少的路 或者是房仔可以讓你兜一下 可以找到資源給你補給一下 彈藥和血量 但最重要都是依著任務需要 一直殺下去就可以了 整體上來說 這遊戲一開始 好像會有打喪屍的感覺 因為最常見的敵人 只會直線衝過來近戰的邪教徒 不過這群邪教徒帶上來真心爽 又拿著把刀把他們支解 或者用散彈槍把他們成群碎開 看著那些必出來的茄汁頭的芥辣 真是一種暴力美學 而玩下去就會發現敵人都有分不同種類 例如敵人的槍手和追擊手 還會在遠距離削你血量 又硬又高攻的裝甲兵 持盾或者拿機槍的歐格林 還有極難搞的控場三寶 妄槍狗狗還有將你按住在地上磨擦的幾個東西 這些東西配合整群的異交徒 就會開始變得很難搞 由於敵人配置是隨機的 所以就很需要玩家Be Water 去隨機應變 並利用各個職業的特性 去解決各種致命的情況 遊戲中有四個職業 四個職都可以用近遠武器進行戰鬥 近戰的時候 都要看時機去用輕重攻擊 不過他們都有著不同的 技能和特性 老兵玩起來就比較像一般FPS的角色 他有雷射槍等等的強力射擊武器 雖然由於近戰能力不強 被敵人接近都很危險 令他需要同伴的掩護 但只要同伴有保護好他 他一個人就足以掩護所有人 面對大群敵人的時候 都可以輕鬆將敵人掃乾淨 那些令近戰隊友頭都大了的 追擊手自爆兵 老兵輕輕鬆鬆就可以拍死他們 狂熱者 是可以靈活走位的萬能角色 有近戰武器和中距離射擊武器 開技能的時候還可以撞開敵群 大範圍空場的手榴彈 又有第二高的血量 令他不管是打油擊 還是做半隻彈都沒問題 零能者 在本狀裡面根本是法師 血量很低 不過他就有強大的零能攻擊 即使面對其他職業難以殺死的裝甲兵 他都可以用零能攻擊直接捏爆他的頭 令到零能者在打精英怪的時候很實用 面對成群的敵人 他也很有控制力 不過由於使用零能的時候 會消耗一條計量 令到他比較難上手 但是上手之後 絕對人人都需要理 而這隻大隻佬歐格林 就是我在這次內測中 玩得最多的角色 有著最高的生存力 和最高的近戰傷害 中距離也有控場一流的散彈槍 救到有時候也不會被人打停 雖然面對遠距離攻擊 我覺得他是最無力的角色 因為他大隻到連炎體都用不到 但他絕對就是不可決的近戰坦角 高人一等的身材 亦都令他玩上來有種與別不同的感覺 用攻擊他大幅回復人性的玩法都很適合他的形象 在目前的內測版本裡面 我認為四個職業玩起來都很有個性 每個職業都有多於一款武器 技能樹也有三個方向 玩家可以尋找自己的風格 而玩到第三階難度開始 每個職業的重要性都被人彰顯出來 例如如果你的隊裡沒有老兵去處理遠程敵人 他就是被敵人拿槍打到變弱智仔 沒有靈能者 可能在殺精英怪的時候 殺得不夠快而損失更多的血量 歐格林和狂熱者 這些近戰打手 生存力和頂線能力都很有用 所以四個職業 人人有公開 不會被人嫌棄 勉強要說的話 就是我個人體驗上 歐格林和狂熱者在玩法上有點相似 但我相信是因為我內測的時候 還未解鎖到宣傳片中的狂熱者火槍 或者是你看看這支火槍 把那些看起來好像感染病毒的邪教徒 現場火撞 很難不爽 說到爽 大部分都是歸功他的音樂、音效和打擊回饋 戰徐40K暗潮 一般戰鬥時基本上只有環境BGM 令大家比較集中在這個黑暗又危機四伏的環境 而去到要首點、打Boss的高潮位 BGM就會發熱發量 本作的音樂是很神奇的 我感覺就好像有電子樂、聖歌、混沌感覺 和未來感等等的風味 混在一起 就真是有種世紀沒邪教迷患Party的感覺 總之就很難明白的同時 又很適合Key 而打擊音效也很令人滿足 那種好像拿一顆棍、偶爛西瓜的任效 令人欲罷不能 而我亦都很喜歡這遊戲中 用不同種類的攻擊時 敵人是會有不同的反應 例如你打盾兵 如果你對著盾用擊倒技能 你只可以彈開他的盾 但你對著盾以外的地方用 就可以把整隻歐格林推到地下 打裝甲兵時 用普攻打他不停 但來個重攻擊就可以製造機會 老兵的步槍是高傷害 但歐格林的大散彈 就可以直接把精英怪擊飛 不同的攻擊有著合理的feedback 這一點在線上多人合作遊戲 真是買少見少 不過目前可能因為是內賊 這些東西可能還未調整好 亦都可能有很多內容還未實裝 例如內賊的時候我覺得三階難度真的很難 一個失誤就會全隊炒車 很難想像跟街人一起打得贏 而內賊的時候也只有四關 我個人只玩到其中三關 內賊的三日中三關的確夠我爽 不知道正式版又會不會有足夠關卡讓我一路爽下去 即使內賊給了少少疑惑我 好了依然無礙戰除40K暗潮發熱發亮 黑暗爽快的快節奏合作遊戲 又可以裝裝裝技能的樹 一直打上去做個新衣服 如果有朋友一起享受這遊戲 我是會推薦你拉你的朋友去玩 絕對是一流的Party Game 令我高興的就是正式版和內賊不同 是會支援中文的這點實在太感動了 如果它的後續內容沒有出問題 以299港幣的遊戲來說也算是值回票價 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覺得 因為這個是贊助影片所以我就在狂講好話 反正我自己已經預訂了449元的帝國版 戰除40K暗潮將會在11月30日推出steam版 Steam熱名的連結已經放在影片的description 你也要叫你群朋友 為了皇帝、為了帝國 將那群邪教徒驅逐出去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